大家看我的鐵經歷啊 雖然看到可能民進黨發言人 或國安會幕僚 可是大家最有感覺的是 我放雲林縣最新的東西 大家看到之後就會說 欸 你也是雲林人喔 所以其實我在褲選的時候 也有跟蘇智芬委員合掛看板 人家還以為我是蘇智芬的女兒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486會客室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這一位來賓呢 是民進黨港湖區市議員的參選人 何孟化 何小姐 哈囉 大家好 是 欸 孟化 我記得喔 你之前 以前好像是有負責什麼 國安會的什麼對日交流 對 其實是國安會 我的諮詢委員 他負責的是對日關係相關的工作 對啊 所以其實 因為其他國安會很神秘嘛 那我就講這一塊 大家會比較容易了解 因為其實每個諮詢委員 他們都有自己的專長 對 你怎麼會進去這個 這個國安會這個裡頭呢 這聽起來就好像感覺很厲害耶 對 因為大家其實一開始 真的看到國安會的時候 就覺得他非常的神秘 對 你們是在什麼神秘的地方 其實國安會在總統府裡面 然後這些國安會的諮詢委員 他們算是總統的 也是幕僚啦 就是提供一些 不管是軍事國安 或是外交經濟相關的政策的意見 那我那時候是從黨部離開了之後 那我國安會的那個老闆 那個林辰偉委員 他剛好從日本回來 他本來是日本的教授 那其實我在學生世代 就跟委員有認識 然後當時他就剛好就是有缺幕僚 那我本身就是大學的時候 我是念東亞系 然後就是研究所的時候 我念社會所 所以這兩方面其實 就是還有我政治工作的經驗 跟這個都有點相關 所以就是委員就給我這個機會 到國安會裡面去就是 算是嘗試一個新的領域 那滿有意思的耶 所以您在那邊待了多久啊 其實沒有待非常久 因為委員後來就去那個國防研究院 那我其實也提早離開 因為我去日本就是做了兩個月的研究 有申請到交流協會的一個計畫 所以應該待快一年的時間吧 其實時間沒有非常的久 但如果這樣講的話 就是說其實你對於 例如說台日啊 或者日本的很多的動向啊什麼 其實你都也算是 比我們一般的人 有比較更深刻的一點了解吧 其實那時候我們在裡面的時候 主要現在雖然日本食品已經開放了 其實那個時候最主要是公投剛結束 對那公投剛結束 那就是日本人那邊非常的就是期待說 也許我們在 雖然我們公投那時候是說 禁止就是東北無限的食品進口 可是他們非常期待說 也許台灣可不可以有什麼的表示 或什麼樣子的溝通 所以那時候我們辦公室 其實有一部分都是在負責相關事務的協調 然後還有一些其實大戰略的方向 例如說其實現在我覺得 北京戰略明朗化非常多了 那其實我們在那個時候 有很多可能跟日方啊 或是美方的溝通 很多都是要台面下的 那可是我覺得現在的國際情勢 比較不一樣了 讓很多東西可以到台面上 給大家來看到 我覺得這也讓我覺得 外交工作可以好做非常的多 所以你覺得最近這幾年的話 或應該這麼說啦 就是我們台灣在那個 蔡英文總統領導之下 就是對外的能見度 以及對於國際的 很多國家的那個友好程度 應該是提高非常多 我覺得提高很多 而且我覺得外交人員 他們現在的成就感應該會比較高 因為就跟我剛剛講的 以前我們的外交工作 很多都是我們有實質上的一些作為 可是也許對方就會希望說 我們在表面上跟媒體曝光的 或什麼希望不要這麼的多 會希望說就是 因為還是考量到中國的心情 都會希望說有些地方 我們實質上有交流就好了 可不可以不要在媒體上講 可是我覺得隨著可能中國方面 他們片面的改變 不管是台海的現狀或是 甚至是日本或是東南亞那邊 他們的動作都非常的大 然後使大家不管是我們 或者是美國、日本、甚至澳洲 大家都覺得說中國的威脅非常的大 所以讓我們這邊亞太有一個 大家就是民主國家 可以一起同盟的機會 然後一起來對抗中國 然後台灣也被加入到這個同盟之中 我覺得台灣人出去外面的那種自信心 我覺得是大大的有提升 是 然後我剛剛為什麼要提到這些呢 其實你看Mao 從你以前的例如說你在學習 在學生時代或是研究這方面 到後來例如說進入了國安會這個部分 那你怎麼忽然這麼跳痛 你怎麼會忽然想說要投入代議式的選舉 其實我覺得沒有很跳痛 因為我在國安會之前 我是當美進黨的發言人跟青年部的主任 其實我一直都是在做政治相關的工作 那我覺得政治相關的工作 到了某一個程度之後 你就會開始去想說 我是要一直都走可能幕僚的身份 或者是要走到就是前面當代議士 來爭取一個可以有更多 我覺得是自己的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 跟想法的一個空間 然後我剛好就是在那段時間 就經歷到一個這樣子的選擇 那後來就覺得說 我覺得到還是自己能夠決定一些事情 例如說我自己比較在乎的政策 不管是親子的政策 或是宜居生活 或者是台北市更加的國際化 然後更加的漂亮 美學政策相關 都是我希望說以後可以到市議會裡面做的 所以我希望說可以自己的聲音 能夠更加的發揮 所以決定自己來投入這個市議員的選舉 所以孟娃你從小到大都是住台北嗎 也沒有我在雲林長大 我是雲林人 你好像是五歲的時候搬到雲林 我們家是開帆布工廠 所以我就是小時候我都在雲林長大 到大學之後才又上來 所以我們從一般家庭出生的小孩 我覺得走正這條路 其實家裡一開始都有點擔心 我家一開始的時候 我媽媽覺得說可能太累了 然後就會非常疑惑說 到底你真的決定要參選嗎 那我爸爸是其實 是對我每一個選擇都很尊重 不過我覺得就我們這樣子的家庭 這樣子背景出生的年輕人 在走這條路的時候 真的還蠻辛苦的 就一步一路走來 所以雲林人這個身份 我覺得就對我們這種 南部上來台北的小孩來說 我非常的親切 因為我現在其實在很多拜票拜訪的過程中 大家看我的學經歷 雖然看到可能民進黨發言人或國安會幕僚 可是大家最有感覺的是 我放那個國中高中的學歷 雲林縣振興中學 大家看到之後就會說 你也是雲林人喔 然後雲林人們就會特別多跟我講個兩句話 或是多跟我要幾包文宣 就是回去來跟大家宣傳說 有一個雲林的可能小孩子在台北 要來這裡打拼 要來選舉 所以其實我在初選的時候也有跟蘇智芬委員合掛看板 人家還以為我是蘇智芬的女兒 現在有非常多的鄉親 到現在都還問說 你是蘇智芬的女兒 我就說 不是我們都是雲林人 我就請縣長來幫我就是拉台背書 就希望可以讓更多雲林人認識我 對 據我知道 雲林好像在台北也有一個同鄉會 對 就是其實我們雲林人在台北跟新北都非常的多 因為其實雲林本身就是一個比較窮困的縣市 所以我們非常多的子弟們就是年紀輕輕就要來到 就是其他的縣市來打拼 我很多的高中同學在留在雲林的比例可能也不高 可能就大概兩三成而已 大部分都還是在台中或是台北就是來打拼 然後有在桃園跟新竹也有 現在台北越來越貴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到桃園新竹也越來越多 對啊 所以我覺得在這段過程中有非常多 已經在台北落地生根的雲林人們 就是也給我非常大的溫暖跟鼓勵 每次有聽到就是說 例如說我們那個中南部啊 很多啊 或是花東的朋友啊 然後那個年輕的孩子啊 然後來北部工作 因為北部畢竟工作機會是比較多嘛 然後我就覺得這樣離家背景啊 然後尤其我現在是爸爸嘛 我就覺得那個爸爸媽媽的心情 對 然後那個孩子癢癢癢 然後在那邊你也沒辦法常常看到啊 有時候雖然說能夠打個電話 但是 所以我還是很希望就是說 我們那個偏鄉離島啊等等 是 都有更多的 對啊 就業的機會 或是讓年輕人可以回家 做一些想做的事情 而且其實現在也還蠻推廣說 年輕人能夠返鄉 可是返鄉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要發揮的空間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決定投入選舉 是什麼時候的事啊 其實我在那時候2020年選舉完之後 就是有開始在思考 那我真的開始投入 應該是2021年元宵節那個時候 就是我有開始 真的元宵的時候 沒有 就開始去真的 開始到地方去拜訪啊 然後就是跟所有鄉親們去刮暖 對啊 我覺得應該算是那時候 我算是一個 我算是佈局還蠻久的啦 就是我真的決定了之後 我就馬上就開始下去做 今天我覺得市議員 其實沒有什麼樣子的 就是撇步啦 我覺得就是一步一腳印 然後如何讓大家認識我們 雖然我當過民進黨的發言人 不過其實認識我們的比例 還是非常的少 所以我們要更努力的 讓大家知道說有一個新人 民進黨有一個新人想要出來 所以我在 我剛才花了要兩年的時間 就是在地方上 就開始慢慢的從 我覺得算是真的一個 從零到有慢慢累積的一個過程 而且這一次 你們港湖區的這民進黨的初選 很激烈 好像六個出來選四個 是啊 那後來有兩個就沒選上 對啊 因為其實有空間的地方 大家都會想要爭取這個機會啦 所以我覺得競爭是難免的 然後因為我們剛好那邊 就有一席婦女保障的名額 所以我們在初選的時候 是真的不輸大選的激烈 而且它是電話民調 你也不知道電話 到底打到哪裡去 所以我覺得大家那種緊張感 又更強大 那依你現在來看呢 你覺得那個港湖區 我們就以這個地方來講 你說港湖區現在最大問題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港湖區的問題 他離台北市有一段距離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嘛 它是在你要過了基隆河 你才可以到內湖 那其實南港 它以前就是都是工業區 它傳統上被說是黑箱 所以我覺得在台北市的人眼裡 會覺得南港跟內湖 是一個非常遠的地方 可是隨著內客的發展 還有東區門戶的發展 這裡其實是台北 就是未來非常有潛能的地方 可是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它的交通問題 一直是大家非常關注與詬病 希望能夠來解決的 而且其實最近的在選舉 台北市長選舉 內湖的交通 也成為大家一個非常討論的重點 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阿中市長就 我們自己的市長參選人 他第一次提到內湖交通的問題 就是在我的見面會的時候 對那時候我們辦了一場見面會 在737附近的一個土地公廟 等到那時候 其實阿中市長就有講到說 希望可以來拯救內湖的交通 因為其實我覺得拯救這件事 雖然有一點偉大 不過我覺得那是一個相對比較值 因為其實柯市長他在前這八年的任內 他並沒有做什麼具體的作為 他自己講過說環東段是內湖交通唯一的解方 可是他把這個視為唯一的解方 他是到第二任期的時候 才開始去推進他的進程 然後其實到現在台北市市府的捷運建設率其實是零 幾乎沒有做什麼新的捷運 所以我們的建設是非常的緩慢的 如果這條捷運路線那麼重要 那為什麼你的動作會這麼的慢 那我覺得其實阿中市長他非常負責任的 他提出了四個政策 然後除了在那個家流道的那個閘道的動線改善 因為其實動線改善就會差非常的多 你只要車子不要下到內湖來 可以直接從上面直接出去的話 那其實對整個內湖的交通可以少掉非常多外來的車子 所以就是這一個銜接 就是在銜接那個南北進出的閘道 我覺得也是這樣子的想法 所以就是把幾個很容易塞住的這個節點呢 都建那個閘道 然後把閘道可以讓車子就不要再進到內湖 就可以直接在高速公路上面 你就在快速道路上面就解決了 然後就不要讓車子在內湖這邊就是有堵塞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又心闢了 就是離開我們基隆河的一個方法嘛 就是在台湖這邊建一個地下通道 這個工程可能要比較久要七年的時間 那我覺得其實大家就一直不斷的在想說 我們到底要怎麼在可能在現有的 因為其實內湖已經有非常多的橋 可是它非常多個離開的地方 不過因為它的人口真的太多 因為內科現在在那邊 然後其實文湖縣 我剛剛也跟486先生在討論 它真的非常的難搭 然後它車廂又小是中運輛 所以我覺得它是以前的市府 一個非常不負責任的公共規劃 其實捷運局也有承認說 他們在建捷運的時候 完全沒有考慮到內科上下班的人潮 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 真的非常的誇張 就內科都在那裡 然後你也知道它未來 就是一個產業的重鎮 那你竟然沒有考量 你建一個大眾運輸 竟然沒有考量到它的人潮 所以我覺得 失敗的公共政策 真的比什麼都還可怕 就文湖縣現在非常多的內湖人 我們就會再承擔 這樣子的一個後果 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我覺得現在很多事情 它是必須相輔相成的 例如說我們要選議員好的 我覺得現在市民朋友 不光光只是說看到議員 這個level而已 我們也必須要看看市長這個層級 我其實最近這幾年 我住在台北 我非常的有感而發 就是我很羨慕什麼 例如說高雄 那陳其邁市長一上來 你看整個高雄 哇很多的燈光很多的 改變了非常多的感覺 當然後來我深入去發現 那個高雄呢 其實陳其市場以前 就做了非常非常多 很前瞻的建設 只是可能就是說 限於以往 我們大家的焦點 FOX都是在台北 我們很少去注意什麼 台南高雄 其實我聽很多高雄的朋友在講說 就是其實像陳其市場 那個時候的建設 讓非常多的高雄人的榮耀感 都回來了 因為其實高雄以前 也是一個重工業的城 然後愛河就是又長又臭 因為我們外婆家在屏東 所以我每次 我媽媽要帶我回去 或回家的時候 我們都會順便在高雄 就是留一個晚上 就高雄玩一玩 順便再去屏東 所以我小時候就很常在高雄玩 然後愛河以前真的是又髒又臭 然後就是讓大家非常想要遠離它 然後其實在經過了改善之後 它現在已經變成一個 著名的景點 然後旁邊的房子房下來 都整個 都變成大家非常受歡迎 那我覺得這就是 然後還有城市光廊 等等的建設起來 它把整個城市的榮耀感 都找回來了 可是我覺得反觀台北市 其實我們台北市 你真的看不出來 這幾年有什麼樣的建設 你看內湖交通擺爛了那麼久 那其實大巨蛋的問題 其實最近阿中也開了記者會 那這個問題也真的是 放了非常的久 那我覺得 整個台北市 好像變成我們人口流失 然後大家覺得這裡又貴 然後又住不太期 然後生活又辛苦 那我們 那住在這裡的理由是什麼 我覺得一個 我們這裡是首都 它是台灣的首都 我們要找回首都居民的榮耀感 然後希望讓大家 不管各個年齡層的人 都可以在台北市 能夠居住得更加的放心 跟開心 沒錯 那個夢話講得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我有時候看到 你看高雄 像現在台南 屏東 對不對 然後很多很多 基隆市 對 他們說基隆也是一樣 我前幾天才去基隆 我去看一看晃一晃 然後也是真的是變得 非常的漂亮 就他有用心去治理 去建設 那反觀這八年 台北市真的是 就是原地踏步 譬如說我們的馬路也沒有多一條 我們所有的交通 也沒有說有什麼樣子的改善 然後捷運線 你看就是原地它都沒有 然後好像就沒有什麼建設 只是說為了還債還債 就這樣 那如果只是要還債 那我來當市長就好了啊 對不對 我一定比柯文哲更懂得 如何去開園捷流啊 市長要做的是整個城市 整體的規劃 那甚至我覺得 也不只是任內可以完成事情 甚至是可以影響到我們後面 好幾代的一些規劃跟建設 是啊 如何讓我們整個首都的生活 可以更舒適 然後更加的有特色 讓大家我覺得不只是 像我們現在大家都去 台北人都喜歡去高雄 或是台南玩嘛 那其實我們可不可以讓更多人 來到台北玩 而且來的是多次 而不是每次來 其實天下南部朋友上來都是工作 嗯 對要上來台北玩其實很少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然後其實連士林夜市 它現在也面臨到一個 是比較沒落的狀況 其實我覺得東區也差很多 對 其實我大學的時候 很常去逛東區 那現在其實感覺都差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要怎麼找回 就是台北市的 我覺得是 除了經濟的商圈的振興之外 也找回讓更多人 不管是台灣的朋友 或是國外的朋友們 都能夠不斷的來到這個城市 然後非常喜歡這裡 對 我們剛剛茉花也講到 就是說 我們台北市的人口流失的 這個問題 確實是 像我自己住民間社區 然後我們那邊 現在好多好多的那個 那個店啊 都是空的 然後我們的人口也流失的相當的多 很多我們以前的 我的鄰居啊 因為我民國62年 就住在民間社區 我是老社區了 好多鄰居啊 都再見 有的當然就是 就是再見了 有的覺得 他只是搬出去了 我們還能夠真的再見 他有的就搬到 例如說林口啊 什麼AA7 什麼A級啊 其實現在搬到新北市的人 其實很多人都搬過去了 他們都覺得 那邊例如說醫療 因為離長根醫院嘛 是啊 然後離什麼什麼什麼 很多的步調 他們都覺得很棒 台北市真的這八年 真的我們就 這真的也想不出 它有什麼有意義 或者有什麼有趣 或者是有什麼進步 都沒耶 對啊 而且我覺得其實 我們年輕人在台北優衣區 做到的問題是 可能房價太貴 太貴 如果你要買房子 真的完全買不錢 只能往 可能桃園 或是新北市來住 那社會住宅這個政策 那其實小英非常重視社宅 他在陣內一直說 不管希望能夠見到 八年二十萬戶 可惜台北市的興建速度 一直都是比較的緩慢 而且除了興建緩慢之外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社宅之前 有非常多的問題 像明倫社宅 它爆出了租金太貴 因為陽台太大 對啊 就等等的這些問題 真的是蠢爆了 因為其實 有一些人對於社宅 我覺得社宅以前 大家會害怕說 會被污名化 大家會覺得說 你可能住在附近 房價會降啊 或是平民 會被認為平民窟 等等這樣子的概念 不過我覺得現在 已經這個狀況越來越少了 我聽到非常多 就是有抽到社宅 或住在社宅的朋友們 其實是真的 覺得社宅是非常不錯 又居住起來是 還算是舒服 然後又方便 所以其實我覺得 社宅的建立 其實真的可以在短時間內 也許可以先稍微來緩和 這個年輕人 住不起台北的問題 不過社宅的建立的速度 這個也是 我覺得 就柯市長這八年 並沒有做到的事情 我認為是這樣子啦 其實 講起來不太好意思 那柯文哲兩次選舉呢 市長的票呢 我其實都投給他的 第一任我想 很多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樣 對不對 都覺得他很清廉 他很多創新的手法 什麼 什麼講說什麼很多財團 都用什麼刀叉吃人肉 哇 結果他現在你看看 吃的也不遑拖讓 對不對 然後很多都是亂七八糟的 所以 我認為是這樣子啦 社宅 社會宅 社會住宅 或許他剛開始想要去當的時候 他當那個出來競選的時候 他或許是真的有心想說 哦要幾年幾戶啊多少戶 但是可能他上任了之後呢 可能很多的建商啊 不管說給他的壓力也好啊 或者是啊什麼 under table 這當然我們也不知道啦 但事實上就證明了 他的社宅推出的那個建案 比他當初所承諾的 差的太多了 而且我覺得一位首長 就是要負責任 因為我覺得柯文哲市長 他遇到很多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推脫 那裝鋒賣賞 四個字 裝鋒賣賞 沒錯 可是問題是你是一位首長 其實所有的政策 我覺得並不是什麼 局處首長 沒需要單 甚至是基層的公務員 其實是市長 你本身 你就是在做一個決策 跟下指令的人 那當然一位有魄力 有執行力的市長 是大家希望可以看到的 嗯 所以孟化我也很希望就是說 年底的時候呢 你能夠當選 同時呢 阿中部長也能夠當選 然後我們透過 我們台北市 所有的這個議員 年輕的議員 有憧憬的 有理想 有抱負 是真正想要去做的事 而不是說 啊 我的爸爸就是建商 對不對 我家裡就是做某某生意 然後你選上這個議員 其實根本就只是為了 家裡是生意在護航嘛 我今天真的很不客氣 就是這樣講嘛 所以孟化也 那個等你選上之後呢 記得喔 第一個 港湖的這個交通 真的要趕快督促 也同時不光只是督促阿中市長 那個也要配合阿中市長 就整個事 然後第一個 這個交通改變 也要那個監督阿中市長 就是說社會宅的這個部分 我們真的一定要大到闊斧的 去建設 或者是說把空屋看怎麼樣去配合等等 那能夠把這個金錢呢 不要說花費在這個上面 對於抑制房價 我覺得它絕對會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對 而且我覺得也要保障租屋 足更多的租屋的權利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也還期待就是說 例如說台北市的道路 不管是高架道路 或者是地下道路 甚至說更重要的 就是例如說捷運線的這個開通 也希望說 我們在那個市府這邊呢 能夠趕快就趕快來規劃 把之前八年停在那邊 趕快加速 對 趕快加速 不然這個城市 就是這個全世界大家在競爭 現在是全球化的一個世界 大家都市在跟都市在競爭 然後你知道 那柯文哲真的是不完美 不管招商也好 管理也好 治理也好 規劃也好 真的都沒一塊好 真的不要說我啦 我請我公司的主管去當市長 做的絕對比他好 你知道吧 好 那個夢畫 因為選舉真的也剩沒有幾天了 那個我也非常感謝 就是在幫忙當中 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跟大家聊聊天 也把你的一些想法 也跟所有的朋友講 所以我在這邊呢 也懇請所有港湖區的這些 喜歡486的好朋友們 在年底的時候呢 能夠把你手上這一票 投給誰 何夢畫 不要投錯人喔 不要投到國民黨喔 我們不跟你打死喔 我跟你說 那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們現在非常謝謝何夢畫 那也請大家一定要支持他 謝謝 謝謝大家 就上486團GO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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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